你幫他撿來 幫他撿來一下 你幫他撿來一下 你幫他撿來一下 人好早嗎? 不好早 我期待好了 大家都出去散步 對啊 而且剛剛捷運局的人說 他們一到一段時間 就會自己跑去店裡裡光頭 因為一開始 我就在跟朋友聊天 聊到就是回饋社會這個部分 會覺得自己沒有那個能力啦 因為很渺小這樣子 突然想到 欸對 但是我有一個 應該說蠻有勇氣的心 所以想說 欸那為什麼我不用這樣的恩賜 跟這樣的技能去小小的回饋社會 幫傑友撿頭髮這樣子 那你通常都幾點回去啊? 有時候我現在 等一下我就回去了 喔 這麼早啊? 對啊 媽媽叫婚後 真的喔? 那你會回家吃飯嗎? 會嗎? 媽媽會煮嗎? 我再馬上煮 那你沒有煮給他吃嗎? 我煮的那 你煮的菜辣 不好吃 然後再有一次 剛好到一個店家 然後在那邊工作 然後跟那邊的同事聊天 就是聊到我有這樣的動機 我想要去幫傑友撿頭髮 然後很開心他們也就是認同 然後跟也支持這樣的想法 所以那時候我們三個人 第一次一起到萬華 房間有撿頭髮 那是第一次的行動 留下蠻深的感動 所以就會想要繼續這麼做這樣 阿你回去要稍微衝一下喔 我知道 我在幫他們拍照的時候有一種 很怕耽誤到他們 那其實我們都有取得他們的同意拍照 所以他們也OK 只是就是我想太多 那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是 直到我們遇到這一位大哥 那這位大哥就是螢幕上大家看的 他本來是坐在旁邊 然後他第一個剪完之後 他就是問我們說 欸那他可不可以剪? 那我們就說當然可以阿 後來他就跟我們講說他腳受傷 然後有在做復健 後來他就一直講著說 等一下剪完之後 他要就是秀給我們看 來! 唉唷! 喔單手在那夾 喔! Oh my God 哇! 哇! 唉唷!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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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位大哥在做福利挺身的時候 我們都替他捏一把呢 因為我們怕就是他在受傷 有時候阿 想要去幫助一個人 但是 又會想太多 會不會想說他們會不會覺得怪阿 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真的想太多了 因為直到這個大哥出現之後 反正是我們放鬆心情 而且最好笑就是 他還幫我們介紹 他的朋友來剪頭髮 等一下我一大堆阿公 好 大概十個 好 那邊大樹下也好 來六七個阿公 好 其實他們人很好 當你靠近他們的時候 發現他們其實很溫暖 我覺得他們會比我們還要更溫暖 像幫他們剪頭髮 像剛剛幫那個伯伯剪頭髮剪完之後 他開始帶著我們去找 他覺得需要幫助的人 這是讓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的事情是 我們常常會想要幫助別人 但其實我們會放在心裡沒有那個行動 但當我幫助他的時候 他會覺得 這是他可以幫助別人的部分 他不斷地去找出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他想要把這個機會分享給別人 即便我們覺得他擁有的很少 但他卻想要把他擁有的分散給更多 他覺得需要幫助人 這是讓我覺得非常感動的地方 我來吃飯 太多了 妹妹 很久沒吃飯 你都多久吃飯 我來吃飯 我來吃飯 你每天都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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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個人他在人生都會有艱難的時候 那有時候除了物質上的幫助 我覺得剪頭髮只是一個形式 那更重要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的關懷 去了解他的過去 讓他們知道 這個社會上還是有人關心他們 這樣就好了 看一看一看 阿伯 如果不可以說 對啊 看有沒有 沒有啦 沒有講話 這樣OK啦 這樣OK喔 可以啦 這個設計師滿意啦 我再給你吃 這是緊張 好 謝謝 這裡聖誕節 比較漂亮 好 今天幫第一個街友剪頭髮的時候 就有在聊天的過程發現 他是更生人 就是他剛從監獄服刑出來這樣 那跟他聊天的過程裡面 其實發現他很友善 然後也很親切 然後也不斷地道謝 跟不斷地跟我們聊天 跟聊聊他自己的事情 這讓我覺得其實他們也很好相處 即便他們 就算他們是剛服刑出來的人 但我相信他們心裡也有一個 隨和跟善良的一顆心 所以才會願意跟我們這樣的接觸 那其實阿還是要講一句話就是 幫助別人阿其實不用出錢 不用出力 不用幹嘛幹嘛的 有時候就是一個微笑一個問候 其實那些人就會很開心了 好那最後還是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多多支持這個頻道 那如果阿今天這個影片 有讓你有一些感觸的一些感想 也別忘了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也可以當做一些彼此的鼓勵跟動力 就這樣囉下次見